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不瞒您说呀,我在这资料堆当中已经做了一天了 按说今天咱们这段书的稿子呀,昨天就应该写出来 可是为什么写不出来呢? 因为这其中我有一个疑惑,始终解不开 后来我琢磨了,不解了 还不如咱们集思广义,也许能给我答的那个人就是您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疑惑呢? 您别急,咱们边说书边聊 三番人物质啊,咱们首先讲的就是三顺王 当然了,这个定南王孔有德啊,他并不是三番作乱中的三番之一 但是也得讲,因为这个人物啊,他在这条主线上 顺着班讲,咱们该讲谁了? 咱们该讲啊,平南王一支上去了 当时的平南王啊,是尚可喜 哎,随之啊,我这疑惑就来了 我觉得这尚可喜啊,他不好讲 那有人就说了,这尚可喜啊,他有什么不好讲的呀 他容易啊,因为这尚可喜啊,压根就没造反 造反的呀,是他的儿子上之信 所以说呀,这尚可喜啊,他没造反 就比别人呢,少了一段经历 这故事不就更好讲了吗? 哎,我的疑惑啊,他就在这儿 那咱们呀,先简单的聊一下这尚可喜啊 这尚可喜啊,和另外的两顺王不一样 您像这孔友德、耿仲明,他们呀是一磨刺 投让毛文龙认为甘孙之前呀,这两个人就是甘哥们 所以呢,出入形影不离,总在一起 因为原冲换都市杀了毛文龙 所以这二人啊,出走皮岛投了山东 又一起啊,作乱山东,投靠了厚金 那么说当年,孔友德、耿仲明二人离开皮岛投靠山东 这尚可喜干什么去了?这尚可喜可没离开皮岛 他要坚持留在辽东,给自己的父亲、兄长报仇 尚可喜的父亲和兄长啊,都是辽东名将 他的父亲上学里,带领自己手下一支明军巡逻的时候 巡逻到哪啊?玄城 就是今天辽宁庄和市境内,没想到啊,就和这厚金的军队遭遇了 敌众我寡呀,就让这满洲人啊,给五里头最后殉国了 当然了啊,他殉的是大明朝啊 说完了他爹啊,咱们再说这尚可喜的哥哥 尚可晋,他也是辽东的一名名将 在崇祯六年的时候,也在与厚金军队作战中啊,阵亡了 还是崇祯六年,那一年呀,这尚可喜啊 驻守广禄岛,是广禄岛镇守副将 这会儿啊,孔悟德耿仲明,已然投降了后京了 这俩人啊,刚投轻,他急于立功啊 于是啊,就跟这黄太极说呀 咱们应该突袭吕顺 黄太极一听啊,好事啊 于是啊,就给了这二人一支八旗兵 让他们去攻打吕顺 到了吕顺,这吕顺城啊,还就被攻下来了 尚可喜啊,虽然在广禄岛指挥军队 但是他的家呀,可是在吕顺 妻,妾,孩子,家属,奴婢 一共好几百口子 这后京军队啊,也没客气 通通啊,给轰进海里,淹死了 在我看来,这尚可喜和这后京的满洲人啊 应该有不公戴天之仇 怎么就因为军中有人排挤 这老尚就投了后京呢 有人说软骨头呗 软骨头啊,也不一定 康熙十二年三三之乱 尚可喜是绝不响应 乌三贵的号令起兵造反 顶着三面夹击的压力镇守广东 哪来的三面压力啊 您算起吧 从海上来的郑京的部队 从广西来的孙延龄的叛军 从福建来的耿京中的叛军 您算算,这不是三面压力吗 算起来啊,这广东弹丸之地 是岌岌可危啊 直到他的儿子上之信 围了王府,夺了他的兵权 这老尚啊,一直顶着压力 报效朝廷 要不是手下人抢救的快啊 这老尚就上吊殉国了 虽然啊,这上吊是没死成 可是啊,没几天 也是郁郁而终了 临死之前啊,还嘱咐家人 死后啊,要穿 皇太极赐羽的朝服袍带 灵鹫要埋回辽东 与皇太极的昭灵啊 要遥遥相守 您瞧了吗 事实就在这摆着 可是这其中的缘由啊 我就读不懂了 从投降皇太极 到对大清朝的死中 这里边他总得有个由头吧 这不知道,没搞明白 比起这尚可写来啊 这上吊信就简单多了 上吊信呢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您去查资料去吧 不管是正史、野史 还是历史提他的小说 没有一处我是说这上吊信好的 如果您要觉得这个上帝的家谱啊 是个史料的话 那上面对他的评价倒还是不错 上士族谱上说呀 说上吊信这个人 生而神勇 是酒不拘细情 临阵欲威 瞠目一壶 千人俱废 故终身无尽敌 这上帝人呢 觉得这是句好话 不过在我看来呀 也就一般 这不就是爱喝酒 喝完酒耍混蛋吗 其他史料上对他的评价呀 基本上和我一样 据其他史料所在 这上吊信呢 喝了酒之后 他就喜欢呀 责罚手下 他跟那个三国时候的张飞张义德不一样 三将军啊 基本上就是鞭打 上吊信呢 不是用刀剑砍 就是用弓箭射 也就是说呀 在他手底下 基本上是没活的 更有野史小说所在呀 这上吊信呢 还以食人肉为乐 这个我就不太信了 这个啊 这有点夸张了 这个要说上吊信呢 和他爹尚可喜的感情啊 这就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藩王的嫡子嘛 你的命运啊 就是在北京当人质 你像这个吴应雄 耿京忠 还有这个上吊信 都做过这个人质 为什么呀 因为呀 你爹手窝重兵 在外征战 万一要反了呢 所以呀 把你留在京城 让你们领兵在外的藩王殿呀 也算是有个顾忌 要说呀 在北京 这人缘混的呀 上吊信远远要比耿京忠 要强得多 咱们前方不是说了吗 这耿京忠啊 在北京 简直就是个少爷秧子 会的呀 也就是扯了劲的花钱 可是这上吊信不一样 上吊信呢 进了宫了 做了顺治皇帝身边的一名大内侍卫 并且呀 这顺治皇帝非常喜欢这孩子 这顺治皇帝呀 不但给上吊信封了一个公爵 而且呀 还总以鞍达呼之 这看过金庸先生 神雕侠侣的人都知道 这鞍达呀 就是小哥们的意思 所以说呢要说别人都不待见他呀 这顺治皇帝倒是还挺喜欢他的 可是啊 没过多久 这顺治皇帝得天花 驾崩了 一朝天子 一朝臣 哎 这小皇上康熙啊 继位了 康熙皇帝不待见他 为什么呀 性格暴虐 又好饮酒 这家伙是逢酒必喝 沾酒必醉 喝多了姿势 还不服管教 康熙十年的时候 这广东的上可喜呀 总给朝廷写奏折 说自己呀身体不好 请求自己归老辽东 这康熙皇帝呀 是这样答复他呢 你也别先说归老辽东 干脆呀 让你的儿子 回到广州城啊 帮你料理军务正事 这样呢 你也算有个帮手 把你的政务军务啊 慢慢的移交给他 你不就轻松了吗 这上知信呢 离开北京城之后啊 更没人管得了他了 到了广州以后啊 他是大世子 那就是小王爷呀 在饮酒暴虐方面啊 加了个更字 不但如此啊 他还欺凌兄弟 对老爹也不好 总是埋人善可喜呀 为什么不让他习成王爵 这老王爷呀 让他闹的也没办法 于是就在康熙十二年的春天 又启奏朝廷 跟着康熙皇帝说呀 我呀干脆 带着我手下的两左领兵啊 回辽东养老 让这上知信 袭了我的王爵就完了 皇上您看 这样行不行啊 康熙皇帝啊 接到奏折以后啊 琢磨了一下 不行 首先说这康熙皇帝 早就把撤番定到了一城上 其次这小皇上啊 压根就瞧不上 上知信的人品 上知信在广东的一举一动啊 早就有人偷偷禀报了皇上 把一省翻地交给这样的人啊 皇上肯定是不放心 于是就给这上可喜写了回批 说平南王 您呐 齐老辽东这件事情啊 我批准了 您呐 也别带您的两座领回辽东了 把所有座领都带走 连您的儿子家眷在内 不能留一兵一足 全部千回辽东 上可喜也倒没觉得什么 上知信不乐意了 什么千回辽东啊 在这儿我们是一省的藩王 到辽东之后 只能做个富家翁路 到时候啊 朝廷绑着王爵一收啊 我们家呀 真是神马也不适了 就在他难受着急的时候啊 乌三桂耿京中啊 把他救了 这俩人啊 反了 不但这俩藩王反了 跟着惹惹邱大罗 起哄下秧子的 还不少呢 从南到北啊 台湾岛上的严平王正经 广西将军孙延龄 陕西提督王府臣 就连草原上的蒙古人 查哈尔亲王布尔尼兄弟 也趁火打劫的造了反 这会儿的上日信 这眼里也都出了火了 他琢磨着 我爹还不趁乱 就跟着反了就完了呀 您说请辞辽东 让我接班继续镇守广东 这大清朝廷 毫不留情面 不念旧情 一下子把咱们全家呀 全望辽东轰 所以说干脆啊 咱们旧事也反了不 谁知道 他爹尚可喜呀 可不是这么想的 事与大清共存亡 腾出手来指挥军队呀 四面抗击叛军 这皇上一看呀 这老平南王啊 还真是个忠臣 于是啊 还给这老王爷升职了 进封为了亲王 这老王爷本来就和尚之信感情不深 三藩之乱以来 又看着他上蹿下跳的 想背叛朝廷 投靠乌三贵 于是这心里这个气呀 就别提了 也没和别人商量 就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 说皇上皇上啊 我决定啊 咱们不立掌了 立贤吧 我要把这平南王这个爵位呀 传给我的二儿子上之孝 您看这事 您同意不同意 康熙皇帝接到信之后 这个乐呀 怎么能不同意呢 直接就写了回批 说行 这是一个谁都高兴的事 可是唯有这上之信的 他不高兴 他心里琢磨 爸爸呀爸爸 您真行得出来 这可就别怪我这当儿子的 心狠手辣了 康熙十五年的 二月二十一 上之信带领着自己的亲兵 就包围了王府 逼着自己的父亲 交出了兵权 正式起兵 响应了三藩之乱 这广东啊 也造反了 上之信起兵造反以后啊 这乌三贵 直接就给了他一个亲王相 叫什么 辅德亲王 这上之信呢 心里正美呢 祸事来了 这乌三贵呀来信了 说既然是同盟嘛 你呀得给我拿点军饷 这上之信说 这个那您得要多少啊 先来个四百万吧 对对多少 四百万 没办法啊 给人凑银子吧 这银子还没凑齐呢 这小尚啊就发现 乌三贵派兵啊 把进出广东的阴侯要道 全部封锁了 这乌三贵啊 显然是对他不放心呢 就在这会儿啊 远处啊 又传来了消息 大将军土海 土军们 评判了查哈尔的兵乱 转回头来又收复了西安的叛将王府臣 广西的孙元凌 也反正重新投了清 小尚王爷一想啊 要不接呀 我也重新投降大清 就得了 这样呢 这爵位保得住 保不住 我在其次 总归这钱是保住了 大清国这会儿啊 在前方评判的将军啊 是谁呀 简亲王喇布 就在康熙十五年的十二月初九 这小尚王爷 派自己的亲随 到喇布军中起降 您算日子了吗 这一共啊 这小尚才起兵造反了八个月 这康熙皇帝得到消息以后啊 暗自发孝 详详了吧 详啊 总比判了好 让他席了他爹的王爵 在广东协助评判 嘿嘿 要说协助评判啊 这小尚王爷呀 在广东啊 是一手捂着自己的钱袋子 一边呢 看着自己的兵营 是保存实力 绝不往前线身尖 皇上给他的所有账量啊 他不是直接拒绝 就是找借口不响应 这康熙皇帝一看 这上知信呢 算是指不上了 于是心里就暗暗的下痕 好小子 你等着我呀 转眼啊 就到了康熙十八年的二月 这会儿啊 连乌三桂都熬死了 剩了一些余部啊 流窜到广西一带 康熙皇帝说 平南王爷 我的亲王 这回是不是该兵到广西去协助一下了 这上王爷一看呀 是该动动的 要不就呀 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于是啊 就带着兵到广西的武宣去驻战 这一去呀 就再也没回来 康熙皇帝设计 在武宣就秘密逮捕了上知信 并且呀 一根麻石 刺其自尽 上知信呢 也没随着父亲一起葬回辽东 就埋在了广州西的豹慈寺 随后大清朝廷撤销了平南王一番 所部十五左领 归入了八旗汉军 驻访广州 书至此处啊 平南王一番 咱们就算讲完了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咱们明天呀 该说 乌三贵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